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做错的事把脏水泼到我耳朵上 你觉得逗逗吗 这个角色是有根的 他一边散步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 而且最后他是有救赎的 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已经爬过珠峰 也穿越过战火纷飞的中东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像我一样 去实现自我的梦想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这个角色呀 他不是名义上的反派 他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居然全都是您的粉丝 员工喜欢自己的老板 不是什么坏事啊 这样员工工作起来 会更加的热情有积极性 小蕾 对我的粉丝好一点 你的拳头是留给赛场上的对手的 而不是家人 他是有接地气的 在这儿等我呢 你去吧 乖 去吧 方力前面还好 是公正公开的 单纯的报复 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险碍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做事儿 心中要有格局观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没办法呀 这个世界呀 就是这么不公平 有些人呢 什么都没有 还要去抢别人 你内心特别地自卑 充满了巨大的负面能量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你为什么那么愿意 拿别人的东西呢 在外面打拼 然后呢被人排挤看不起 而且他极其地孤立 没有朋友 他也不相信任何人 后面方力由于岳父 对他的这种挤压 他的出发点已经不纯正了 方力 那我就请你 早一点对我的女儿放手 方力爱我 爱这个家 他拼命地做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可这一切他不是发自内心的 我是鄙视你的本性 自私 虚伪和投机 我只想证明一点 这个世界 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一直被动变为主动 他觉得他再也不被人 他有抱负的心态在那里 这次方力应该是冲着我们那儿的 他不是找错人了 肯定是找错人了 我走了 行了 行了 我看见了这个人要生死下去 他要干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有可能是不好的 不要再追究这个案子 否则一旦把我卷入进去 我就不知道 我会跟警察说些什么 方力的恶 其实是被我们激发出来的 我们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恶魔 由于你的偏见 才制造了一个事 但方力她就是因为这样 她走向另一个道路 她越走越深 自己也拔不出来 我对你们那么好 我哪儿做错 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 好 走 都走 我 全都走 没有你们 我 能行 但是她要活着 她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她要怎么去面对自己 然后呢 步一步一步地 走完她的人生 那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游戏 还得继续玩下去